現場火勢猛烈 村民滄黃逃生 部份人衣衫單薄 救援人員打開附近的空置貨櫃 被村民入內擋風雨汗 這裏是全灣全錦公路環龍村 星期五凌晨4點多發生三級火警 村內一間擺放雜物的鐵皮屋起火 由於風大又乾燥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波及多間房屋 以及多間停泊在路邊的車輛 村民羅先生家養了兩隻狗 火警時狂吠驚醒牠 見到屋外火光紅紅 於是大同愛犬逃生 另一隻狗阿傑曾經一度走失 幸好最終獲救 最重要是叫村民 最狼狽是叫村民那一刻 還有盡量退走車 因為我真的怕不怕走 村長王女士表示 起貨單位是羅市一家居住 睡作四五戶同住 他說橫龍村第一次發生嚴重火警 以往大多數都是生火 今天突然發生火警 不知道的 不知道什麼事 到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河三間半夜大家都睡著了 幸好救他們的狗 是狗 吠得很厲害 其中有一位第三個兒子 聽到聲音走出來才大喊 如果不是就會有人來救我 這是發生公知的大行 火警中有77名村民 在睡夢中驚醒逃生 一名十五歲的少年 和一名八十歲的老翁 吸入濃煙不息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由於火勢猛烈 火牆面積達到三十米乘三十米 消防出動一百五十人撲救 加上村路狹窄火牆偏遠 需要從村外搏喉灌救 增加救火的困難 去到早上六點五十六分 大致被救息 至於起火的原因 消防表示仍然調查當中